立委补选站从电力能源空气炒到了疫苗 蓝绿双方攻防相当的激烈 那么今天一早 盐宽恒林静怡各自的行程 受访隔空较劲 详细情况连线给记者李若珍 台中第二选区立委补选参选人林静怡 一早七点就在雾日站入口 挥手鞠躬向民众拜票 面对前一天盐宽恒抛出的议题 接种高端疫苗 民众不能出国得变成四季战士 林静怡正面迎击 我觉得他是不是对于我们所谓疫苗的功用 有点误会 疫苗的功能是避免每一个人获得疾病 以及让台湾内部形成群体免疫 避免台湾内部的疫情蔓延 疫苗不是打来让你出国用的 空战支线周玉寇持续监督 他直言盐宽恒真的很赶 挑战对手医师的强项 以卵及时 媒体的放话 这些问题 一切都交给法律 民进党政府对于能源政策不负责 那应要台中人吞下三阶的137亿度的缺口 要让台中人用燃煤500万吨 来牺牲中部人的健康用费发电 来供应这个电力 请问这是唯一的选项吗 李宽恒一早也勤走基层连跑两处 参加社区活动没有匆匆离去 反而停留一小段时间和当地张备聊聊天 拉张备票 连访时跑红政府能源政策不负责 牺牲中部人健康 高端疫苗是当初林静怡医师 也有保证和推荐 现在应该要站出来澄清解释 至于周玉寇她再次强调 不时指控发员检